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James Jean 他是GMCC万通贷款的partner manager 我要每次介绍你都说好多好多 就是我们已经很久的好朋友James Jean 谢谢阿泽了 观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熟悉的面孔是张丽 张丽你好 周罗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他是资深贷款经纪 现在也是我们大家一块的好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三个人碰到一起 要谈论的话题 就是张丽 你可以重要的GMCC万通贷款 一定对于贷款这一行有深切的了解 并且也深知你要怎么样的环境 才能最好的服务到客户 因此你就挑选了GMCC万通贷款 对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做贷款时间也是蛮久了 差不多14年了 在这行摩发滚打很多年 包括经历了这个Suprime次贷危机以后 然后最近的整个政府 对于整个这一行的各种管理 各种新的制度 还有客户群也是比较大 所以我在选择这公司的时候也非常谨慎 要找一个它既有产品要非常非常好 然后这公司这个supporting team要非常强 还有一个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要非常有vision 他能看出来将来这个市场走的趋势 这样的话才能把握这条大船 就是说你不会走偏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GMCC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特别是我这朋友James 我们俩关系比较熟 所以经常谈一些不仅是工作 还有其他的话题 所以对我来说是各方面都是个进步 是其实James你要找的这些好的agent 除了他有很足的这个专业知识之外 他的personality 还有他对于客户的态度 也是你所看重的 因为你要让GMCC的文化变成一个 你心里面的理想的一个环境 对对对我觉得很快讲几句 刚才那个张力 对对就是我们做朋友很重要 我就说讲的非常好 其实他也很谦虚 其实我是说做一个非常好的 资深的贷款的顾问专家 不管在哪一行 你首先做人 我说做生意之前首先做人 你要沟通能力很强 你也对客服务好 另外我就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公司做一个direct land 我们是专精大楼贷款 而且我们现在也是direct set 都卖给Flyd Mac 所以说这平台很重要 但我就觉得你最好的平台 需要人就非常非常好的贷款顾问 可以把我们这些非常好的 不停推出计划 提供很好的服务给我们的客户 那如果你代贷工 沟通能力不强啊 他也在这公司形象也会有损失 如果导工来讲非常好 形象很好 然后呢你做事情非常经验性 像张力他这公司 其实在这个Landing做了很久了 非常Landing 14年了 14年 而且我觉得关键他也非常精进 他原来是本来就专门是做金融的 我觉得真的是perfect 然后我就说清华本科 我做这个corporate finance做了10年 4年了 所以对整个这个不仅是 这个market economy啊 这个stock market 还有这mortgage market 这个动态有些了解 而且我平时也在做这非常方便的 一些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预测 嗯 还有一些这个business model呢 我也比较喜欢做 像以前用的一些软体做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 我在跟客户在交流过程中很快 我可以用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这个方法 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数据 不是说你马上能一拍脑瓜就能想出来的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对于这个客户 他自己做financial决定来说 都非常有帮助 所以现在都是要loan consultant consultant就不止这一单的贷款而已 或者是refinance或者是purchase 而是要全面的替客户 所以我们一种讲究 我们一般 我其实相对我是不太喜欢 但是大家要叫aging嘛 就是着手到右手 我们一般说mortgage consultant 或者mortgage planner mortgage doctor 就说你这等于像financial planning 你真正跟人家plan好 怎么是optimize 那我想张力在做这个做得非常急促了 就是我们公司也非常荣幸 张力就跟我们有机会 我们一起合作 对我觉得我刚才稍微再引申一下 就说这个关于这公司的这个优势方面 就是现在呢 就因为James平时他 他自己本身呢 他跟银行接触的非常多 所以我们不断有新的银行加入 因为现在新的银行出的产品呢 比以前更多了 因为目前来说这个经济发展 从过去2009年到现在已经增长了8年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银行实际上是把这个概念再放松 但是这个收入方面还是在一点没有放松 但是这个其他方面 比如说这个他的asset这个down payment 还有他的其他的有些个别银行 可以把那个ratial再提高 就让别人在有限的收入内 他可以stretch到最大的贷款额 比如说他的这个ratial 可能张伯龙从43可以 有些银行可以增加到47% 然后30年的turb 这就是你们的优势 对这些都是这个 我们公司有一些特殊的lender 他提供这种产品 特别是对于某些客户来说 如果他自己通过正常的渠道做不到的话 这个时候邓邓成买到这个 最理想的房屋 这个是我们感觉到 就是一个非常有一种成就感 而且未来我们还不断地在探寻这种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公司这个supporting team 非常强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direct lender 我们在做这个pre-approved的时候 可以和underwriter有时做一些discussion 然后我们做出这个pre-approved的话 我们肯定是能close 而且这个close时间上也能保证 因为我们这个自己可以调整这个priority的话 对于某些东西甚至当天 苏尼的当天可以拿到approval 这样子啊 对 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 当然approval也是你们自己吧 对我们有inhouse underwriter 就像立刚刚讲到了 其实你的非常urging的special case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escalate 可以当天可以inhouse underwriter 就可以审核 OK 那你觉得这个supporting 这个是就是要人多吗 对吧 就是supporting team 像underwriter processor 还有funding 还有一些assistant 对 assistant 一定要人多才能够顾得过来嘛 就像你的衣服多就够坏嘛 就这个意思是吧 这个整个环节就是你不能有弱点 就不能说有个薄弱的环节 你要有薄弱的你可能整个过程就stark在那个方面 over time的话 那你这个quality就不能保证 好 那其实您是based on cupertino office 可是您的客户在各地的都有 对 那GMCC因为有六家分行 所以如果您的客户是在其他比较远的地方的话 也可以透过internal的机制 可以transfer 可以还可以remote control 这些客户在别的分行里面做的贷款 对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特别我们还有在像南加州的San Diego的client 关于这location没有这么明显 因为我们这个贷款主要是 还是这个不是受地域影响这么大 不像那个realtor 他一定要对哪条基业比较熟 哪个学校学区比较好 我们这贷款基本上可以算作commodity 它也不是纯粹的commodity 就是说你这个某个银行给你提供这个贷款的质量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除了这个realt的话 它其他的term也非常非常有帮助 所以就说我们是overroll 张力的专精是大额贷款 基本上什么情况我都可以 什么情况都可以handle 对 是 就相当于我们是个doctor一样就诊断 因为你这个客人来了 他的情况就说什么情况都有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最适合他的 这也许是大额 也许是agency 也许是小于63万6的贷款都有 还有一种可能是通过一些特殊情况 他的收入可能不一定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查 我们可以做把它的stock也算进去 甚至把它的asset也算进去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program 是听起来这个排列组合是需要一个consultant 才能够替客户解决的 感谢jams也感谢张力谢谢 谢谢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个单元结束 进一段广告我们下期再见